学会,六祖谈经,这三种心法,今生必有大成就,福报党都挡不住。 身世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,时势情服侍,勿使惹尘埃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本期的一顶档案,你最近脑海中是否总有杂念? 六祖大师对大众说,这座禅,原本不是要去观看心念,也不是要去观看清静,也不是枯作而不动。 如果说要观看心念,这自家心念原本就是一种幻望,因为知道心念本就是幻望,所以也就没什么要观看的东西了。 倘若要观看清静的话,人的自然本性本就清静无染,由于有妄念的缘故,就把那真实本性给遮盖住了。 一旦升起心去观看清静,反而不美,有了清静与虚妄的念头,学会,六祖谈经,这三种心法,福报党都挡不住。 一,自信不动。六祖大师认为,不见人之事非善恶过患,既是自信不动。 真正的修佛之人,已经超越了众生的是非善恶过患,所以他们不会看到这些,自然也就不会被这些所困扰了。 而众生因为自信常动,所以没办法远离是非,带着一颗分别心去分辨善恶,就会容易有过失,招致祸患,所以,唯有自信不动,才能如如不动。 六祖的所有法都是建立在自信的基础上,而自信是天然本性,从始至终都存在,不能明白是因为被外界的表象迷住了,心迷则不悟,心悟则不迷。 如果说修行的是六祖这种如如不动的法门,那么见到任何人的时候,都不会见他人的是非正物,善良丑恶,功过得失,这就是自然本性的真正不动。 这样去行动好吗?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喜欢比较,带着各种有色眼镜看别人,自己心中起了各种各样的杂念。 心永远安静不了,不知道自己当前该想什么,该做什么,只能凭着不靠谱的直觉做事情,结果就是一团糟糕,给自己造下了很多因果,很多业障,把自己放在苦海中,仍由自己争渡。 所以说六祖方法合理,与人相处时,看见别人身上的是非,实际上就是自己心中的是非,如何面对才是关键,明白自我本性的人,能够找到合理的方法对待,方法就是心念不起,自省不动。 这几个文字看着蛮简单,但要花足够的功夫去理解,才能搞清楚文字智慧的真实含义。 二,心念不起。 六祖谈经中,六祖大师讲过这么一句四身实浅的话,那就是不是风动,不是翻动,忍者心动,其实讲的就是心念不起,一切接近,心念一起,一切接动。 小时候,一到夏天我经常热得满头大汗,大人常教育我说,心静自然凉,我当时完全不理解,天气那么热,心静就能凉下来吗? 长大后,我才慢慢明白这句话的意思,心静自然凉,是指当我们心念不起,皈依平静,就不会完全被外在的炎热条件所影响。 燥热的心平静下来了,肯定会凉快很多,从此可见心念不起的重要性。 在,谈经,钟慧能大师解释了什么是坐禅,什么是禅定,通读过后感悟良多。 外无一切善恶境界,心念不起,名为坐。 在外对一切善恶的境界,不生起心念,这就称之为坐。 内见自省不动,名为禅。 在内见得自然本性原本就不移动,这就称为禅。 现在所知道的各种知识,各种文化,各类思想。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,都存在内与外,精神与物质,都是相对的变化。 而这些相对变化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观察,日积月累得到的经验,运用这些经验在社会生产中取得有效价值。 这些相对变化以及绝对变化都从心中产生。 六祖说,对于一切善恶境界,不生起心念。 这一切善恶境界是从心中出现的概念,最初没有事无,接触的东西多了,受到的尘毒多了,就有了善恶,真假,美丑,好话的概念。 一旦有了这些概念,又不能合理地做出判断,人心就会变得很浮躁,生起了若干心念,心中浮现了若干妄想。 这些是阻碍自己正确认知内心的障碍。 而做的功夫,就是把这些多余心念通过修的方法,做到合适点。 外在那些绝对的或是相对的变化不能影响自己的内心,自己内在的本性得到发挥。 一切思维,一切想法都符合自己本来的想法。 对于之前在心中产生的诸多杂念,自己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是需要思考,哪些是不需要思考,而且不会全凭直觉,能知道事物之间的规律,好好地分析其中的对错真假。 这是明了自己本来的天性,一切从心中产生的观念,自己清清楚楚地明白。 哪些事情能让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欢,对于那些以前让自己厌恶的事情,自己亦能以一颗平静的心去看待,这是馋的功夫。 我们若是执着于境界本身,那就犯糊涂了,这样虽然是做着,可心里总是在想那个境界是什么样子,满脑子胡思乱想,定不下来,有什么办法达到禅的意境。 我们本来的心性最初就是清静的,不用向外一味所求,那样即使得到也不是真实的,存在着虚假,自己的心永远都明白不了,永远自信不了。 3.外离诸相 外离诸相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断舍离,断舍离的本质也是内心从外在的东西从抽离出来,从而做到当断则断,当舍则舍,当离则离。 大道质简,其实外离一切相就是告诉我们要从外在的名利至些相中抽离出来,转而向内求,放不下我执,我们就会生出种种烦恼和痛苦。 外离一切相,我们一定可以实现摩合般若波罗蜜。 在《金刚经》中,佛告诉须菩提,出离诸相者可以成佛,置于诸相者为众生,因此,所谓的修门,要修的其实就是出离诸相,能够出离诸相,就功德圆满觉悟成佛了,这就是修行的本质和真相。 那么,修行之人,如何出离诸相?其实就是这两个步骤,共八个字。 步骤一,误极本心,如何误极本心呢?要误到本心的前提有两个,一是要求众生明白世间一切皆是本心所生的幻象,并不真实。 如果一定要有个真实的话,那就是实相,就是本心。 二是要发愿修行,发愿才能增实信,才能坚持,也就是,《金刚经》中所说的不惊不恐。 否则,修行之中所遇到的有益于常理之处的事物与感知,就会产生疑惑,就会退缩,并功尽弃,最终无法误及本心。 步骤二,不助于相,佛所说的一切皆是心生之幻象,其最终的目的是让众生不助于相。 但众生之所是众生,就是因为众生迷昧,不知道世间的万事万物皆是本心所生的幻象,并不真实。 所以,所谓的修行,所谓的觉悟,其本质就是众生出离诸相,脱离苦海。 二祖跟了达摩祖师几年以后,达摩祖师告诉他,外溪诸园,内心无喘,心如墙壁,可以入道,走修正的路子,不管大城,小圣,不管哪一宗,在家,出家。 凡是羞耻的人,非照这几句话走不可。 外溪诸园,外界一切环境都要丢掉,我们学佛修正不成功,就是这一句话做不到,我们的心都是攀缘心,这件事做完了,又去抓那件事,事情永远做不完,外缘也永远吸不了。 内心无喘,就是实念中念安班法门里头,做到不呼不息,进入四禅八定的境界。 心如墙壁,内外完全隔绝了,外界任何事情都动不了,也没有妄想出现,也无妄念起来。 注意,做到这样的就可以入道了,可以去证悟菩提,可以去证的。 达摩祖师告诉二祖这一句话,应该是在问安心法门之前的事,达摩权衡二祖的禅定功夫,在教他禅定的路线, 二祖问此心不安,应该是在功夫做到了以后的事,为什么,假定一个人做到了外溪诸援,内心无喘,心如墙壁,敢说自己成佛了吗? 心安了没有,悟到了吗?这时究竟什么是佛,什么是菩提,还是搞不清,所以此心不得安。 后来二祖传法给三祖,交付一波以后,比几天还有过知,到处吃喝乱逛,像他这样大名鼎鼎的学者,出家以后专心用功。 达摩祖师又付法印给他,等他交出一波后,晚年的生活完全不同,又喝酒,又在花街柳巷到处乱跑,人家问他,你是禅宗祖师,怎么逛到酒家去了? 二祖讲了一句话,我自掉心,何观辱事。 问题来了,他求的是安心法门,达摩祖师一接引,把安心法门给他,但是到了晚年他还要去掉心,此心尚不得安,可见二祖所讲禅宗安心。 这个心,到底是个什么东西,仍是一个大问题,没有成佛以前,谁的心都不能安,包括罗汉,菩萨,都没有究竟安心,除了大彻大悟。 谁都不能安心,修行员不计,一计止射来,身中清凉起,灭除猪热闹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记得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